原标题 只经历了使用汉语言的里程 今天我们一些专家将回本人在中国的语言经历 笼统地称为双语 这或多或少有些偏差 甚至是完全不正确的 众所周知 回族的族人可以追溯到唐代 学术界一般认为 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 而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准备时期 年代是回本民族最终形成的时期 13世纪初叶 蒙古军队牺牲七点 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 以及波斯人 阿拉伯人 不断地被迁发或自动迁徙到中国来 他们主要以驻军魂墓的形式 以工匠 商人 学者 官吏 长教等不同身份 散布在我国各地 他们被称作回本人 是当时色目人的主要部分 后来他们也就以回悔自称了 在这些技术里 我们必须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回悔人或者色目人 是今天回民族的主人 但主人并不代表全部 这中间还有一个前期和后期的问题 前期包括唐代来中国的阿拉伯人 以及中国西域的一部分胡人 这里所说的胡人也可能来自今天的中央 如一部分宿特人 也可能是中国北方固有的民族 如一部分回悔 学界公认的是当时的宿特人一部分人 在后来转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回族人 而回悔可能是回合 回湖的音转或俗喜 南宋时 回悔除包括唐代的回合 回湖外还包括聪明以西的一些民族 这虽然和现在所说的回悔民族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时除回湖外 聪明以西的一些民族也是今天回民族的一个来源 虽然不是主人 但却也是来源 后期包括一些信仰的伊斯兰 交的蒙古人 汉人 甚至西藏人等 在历史上将这些人叫蒙回 汉回 藏回等 蒙回是我国较为独特的一个民族群体 非东乡族 宝兰族二族 名义上仍使用蒙古民族称号 他们做蒙古包 穿蒙古袍 通用蒙古族语言文字 是地道的蒙古民族 但他们却有别于大多数蒙古族对喇嘛教的信仰 而信仰伊斯兰教 他们不念喇嘛经 而念古兰经 就社会当地其衙门名册中 未区别于其他蒙古族明确记载其为猛回 现在 他们分布在内蒙古阿拉善左席东北部的汉乌拉 尔文布拉格 巴雁牧人 乌俗图 宗别利 巴因浩特等苏牧 及乡籍行政单位和镇 人口有一万人左右 另外 巴雁闹尔赤 也有少量蒙古族穆斯林 据阿拉善网室记载 清朝两百余年的历史中 从各地来到阿拉善的穆斯林 与蒙古族人相处既久 融合于其中 形成了今天的蒙古族穆斯林 但在更遥远的历史上 还有两起标志性的世界 一是阿南塔 原是祖户壁列之孙 安息王蒙德拿之子 一千二百八十 他习封为安息王 同下唐物质的金宁夏 甘肃 陕西等地 据拉西德丁史籍 记载 阿南塔 自幼受益穆斯林家庭抚养 穆素满及穆斯林的信仰 在他心中已经恐固起来 不可动摇 他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 经常念诵古兰经 沉勉于祈祷 他手下的十五万军队 也大多信仰了伊斯兰教 同时 因为他的驻地在今天的宁夏 其辖地很多蒙古人 汉人 藏人 党项人 也都随他集体归依了伊斯兰教 成为穆斯林 今天西北地区宁夏 甘肃 青海的回祖祖先 多数都是这个时代 归依的伊斯兰教 这些人多跟中东和中亚没有关系 都是归依了伊斯兰教的安息民众 祖先都是蒙古人 汉人等中国源入民族 这件事回祖历史上是一件大事 奠定了回祖主 其部分已在西北地区的形成 二是突黑鲁木而汉 要比阿南达早一些 使蒙古东察和台韩国君主 成吉思汗第七代孙 统治中国西部地区金新疆一代 也是最早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 他约于1354年正式宣布信仰伊斯兰教 并剪掉长发 施行割礼 后来 他说服手下王公 大臣归信伊斯兰教 并下令臣民改宗 如有违抗 击处死刑 当时 约有16万丈蒙古人 集体宣誓改宗伊斯兰教 这部分人的后代 绝大多数融合于今天的维吾尔民族中 但和今天的回族人 也是有一定渊源的 所谓藏回就是藏族回回 在我国 能够称为藏回的大概有以下三类人群 一是生活在西藏拉萨等地的藏族穆斯林 二是青海化龙塔利港地区的藏族穆斯林 三是生活在青南 云南 甘南等藏族地区的藏族穆斯林 这部分人的数量不是很大 如今年族成分上有的藏回以改为回族 姓氏上有一部分藏回改为马姓 生产方式上以农牧为主 这部分的改宗可能也是在清朝 青海化龙地区为例 当地有这样一个流传 即1756年 花四门幻的创始人马来池从麦家朝朝进归来 在青海宣化 化龙塔利港地区等地传教 有一天 马来池行之化龙县境内黄河边 准备渡河 恰逢该地区藏族群众迎接活佛求雨 不让马来池用船渡河 马来池无法 骑马渡河而过 西雨群众和活佛见马来池面不改色 如礼平地过河 非常惊异 要求马来池起雨 马来池念经祈祷 果然下了一场大雨 于是该地藏族群众对马来池十分钦佩 也非常尊敬 马来池因此向该地群众宣教 经过几年艰苦努力 终于使这里一部分藏族群众 皈依了伊斯兰教 后来 青海同仁保安三庄的部分藏汉族群众 也在马来池的劝导下 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些活动 引起了当地佛教势力的恐慌和 反对 不得已 马来池离开卡利港地区返回寻化 虽然 这是历史的演绎和传说 但的确在马来池不懈的努力和劝导下 卡利港藏回最终形成 汗回的数量和精力非常的庞大和复杂 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 在这里 我们仅举清淡一例 如在晚清 参与与领导西宁回民动乱的马桂园 马本园兄弟二人 在回民聚集的西宁东关筑起土城 扩建东关清真大四高于城墙 同时倡议修善孔庙 会同汉民伤身成立维持社会治安机构 并下令各地修整渠道 在其治下的汉民 纷纷改信伊斯兰教 西宁巴蜀汉民 尽随其交 马志元桂园兄弟格外庇护 得以安业 杨灵骁寻回弃汉积略 以为寻回积略 近代史资料 1958年第三期 第三十五页说到这里 我们要说的一个问题已经非常清楚 即使后期因为改宗伊斯兰教 而加入回民这一群体的并不一定是因为民除智患而经历所谓的双语时代 尤其是加入回民的汉民 所操语言更是单语汉语 那么前期的回汉人或者色慕人所操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 按照史籍的记载 色慕人共包括有三十一种 主要分为黄种人来源与白种人来源 属于白种的有格罗禄 青茶 阿塑 奥赛西 康里 库里鲁 阿尔魂 和鲁带 胡里拉 撒里格 密赤斯 康利 库鲁丁 贵赤 侠拉鲁 突鲁花 属于黄种的有糖物党像 突巴陀瓦 突伯特土藩 突鲁巴带 雍古带汪古 刺奇带 赤奇带 等等 还有黄白混合的 属于白种人或是黄白混血种 在这些人群当中 阿拉伯人中极少数 这么多的人种 他们会掏什么语言呢 显然不可能是双语 它应该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语言 如此 回族的祖先说什么话 就有了答案 阿拉伯语是极少部分 后来 相当一部分人只会汉语 操阿拉伯语是极少部分 是因为 今天的回族人中与阿拉伯 有血缘关系的 也是极少的一部分 这是得到学界公认的事实 事实 也被写进了中学的历史教材 如此一说 我们今天一些人认为 所有回族人的老家 都在阿拉伯就成了错误的 那里仅仅与他们的宗教有关 圣地飞故乡 闻路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